谢谢 接近下午黄昏时间 高雄市议员许彩珍服务处前 摆满了整整700份的爱心便当 工作人员忙进忙出 有的协助打包便当 也有的帮忙登记 而领取爱心便当的民众 都来自于弱势家庭 对于市议员许彩珍 能够延续父亲 前议长许昆元的爱心传承 也表达了深切的感佩和谢意 做爱心的服务很好的 因为以前是做企丁 他就要接证他的政府 出了计算 给他国表总算 大家觉得很支持 他的精神都很可配 有啦有啦 因为做到事情 我们这些理由 大家也感觉很高兴 因为我们说什么 我们是绿色家庭 我们到三天我们很高兴 做这样是真好 没错 从以前抗议中 我们就大家都 都在做爱心社会 大家都很高兴 这边科技长也没错了 这边就算说 他女儿子 彩珍出了 彩珍也继续 照他爸爸的任务 继续来照国家的禄世 这边还要继续 把他爸爸的援细 把他爸爸的精神还援细 徐彩珍服务处办公室主任 刘家隆表示 发送爱心便当的行动 除了延续徐彩珍家族 对于弱势家庭的关注和帮助外 也感谢透过爱心企业的三星支持 才能提供更多的帮助和资源 未来也会持续提供爱心便当 其许能够照顾到 社会中每个角落家庭 财珍议员他在重振之前 他本来就是在慈善会 跟公益团体的背景 所以他一直都有在做 这样子的公益活动 所以也结识了许多的贵人 跟那个热心投身公益的 一些好朋友们 那今天我们也很开心 就是有两间公司 我们的连体行销 还有剑桶实业的公司 愿意说一起跟我们举办 这样子的发慈善爱心便当的活动 服务的过程中 我们也发现也有 的确有许多的民众 他们的生活其实是有些困难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从我们开始来做一个抛砖引玉 虽然一开始是一个小小的便当 但是可以激起更多大众 会愿意所投入更多的资源 来照顾我们的 不管是边缘户也好 或是落实户也好 透过现场爱心便当的发送 不少当地民众 感念到前高雄市议长 许昆源奥元侠客的身影 许彩真也希望透过这场行动 唤起更多人对社会的责任感 和关怀精神 让高雄更加温暖和谐 记者李家隆 王毅群 高雄采访报导